Hello 大家好 我是楚儿 孙子兵法说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准备好要脱单了吗 那咱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着我来学习 如何读懂女人心 第一点 女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女人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 她们对于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往往都不懂得珍惜 她们嘴上说希望你对她好 只对她一个人好 但是你好无条件的付出了 又会被她们当为低价值 当成备胎 尽管有的时候 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或是冠冕堂皇的说 对你没感觉 她们一点都不在意 你为她付出多少 反而更加在意的是 你从她那里占了多少便宜 如果说你随随便便就宠她 去讨好她 那么她很快就会认为 这是理所应当 然后就会给你发一张大大的好人卡 继续从你身上不断谋取利益 而不会为你付出一丝一毫 女人都是有猫性的 猫是一种优雅且神秘的动物 相比较其他宠物而言 猫天然具有一种高贵优雅 难以琢磨的气质 男人应该养猫而不是养狗 因为养狗的人没有安全感 养猫的人才是真正温柔善良的人 猫天生不听指令 但它们会受到诱惑而追逐 如果把羽毛绑在绳子末端 时而晃动一下 就能让猫做出特弃动作 但如果你把羽毛放在它面前 它只会嗤之以鼻 立马转身离去 这是不是很有趣呢 猫心里永远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 对于新奇的东西 它们很容易分心 不过一旦被吸引 试图追逐某件东西时 就会专注于单一的目标 当你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一转身一抬头 会忽然发现猫咪来到了你的面前 而当你无聊时呼唤正在不远处散步的猫咪时 它们往往会瞅你眼 然后不信一顾的走开 如果你把猫咪推开 它会跑回你的身边 如果你想抱它 它又会挣扎后跑开 如果它心情不好 还会抓你一下 猫咪渴望受到关爱 同时嫉妒其他的猫咪 第二点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这个时候呢 男人需要做的就是欲情故纵 利用女人的好奇心 让幼儿保持在他的可及范围之外 持续用小类幼儿 引诱他 同时呢 又让他无法掌控 女人就像猫咪一样 对于出手可得的东西 很快就没了兴趣 要想让他们深深地爱上你 就必须让他们觉得 你很有挑战性 总是在他们快要得到你的时候 你又在不远的地方 望着他 女人喜欢被吸引 被征服 女人喜欢那种 身边有很多女人喜欢的男人 而对于那种没人搭理的男人 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 这也就是我们的预选策略 很多兄弟都在问 如何展示自己的高价值 而让女人觉得 你身边有很多的女人 就是高价值 女人最喜欢对吸引到他的男人 说一句话 你好坏 因为那些好男人 大多数过于平凡 过于无聊 没有挑战性 而所谓的坏男人 总是会做出一些 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喜欢那种刺激的感觉 他们希望自己的情绪 就像过山车一样 永远不知道下一步 将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若他涉事为生 就带他看遍时间繁华 若他心意沧桑 就抬大曲 做旋转木马 对症下药 百战不殆 英语善其事 笔仙立其器 男人们 社会是现实的 恋爱更是现实的 我们需要为自己投资 你若花开 蝴蝶自来 你若精彩 天子安排 如果你想学习 如何跟女人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人 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 追女生 相亲 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么可以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添加朋友 点击公众号 搜索恋学堂情感 一键关注 添加导师 我来帮助你哦